辅导的时候很有帮助是什么呢? 两夫妻坐在那里 而辅导人引导弟兄 说一些正面的说话 一些欣赏的说话 爱的说话 跟太太说 通常问太太的感受 她都会觉得很舒服 当她肯去爱的时候 所以辅导人可以引导她 然后也会问太太 你愿意能够令她欢喜 看到她有这些做事 立刻很开心 有这些表达 如果问男性 男性都说 我真的很喜欢 见到她像少女那样的开心 见到我就这么兴奋 她是真的会很喜欢的 所以既然如此 双方都去调教 就不要计较 你越计较 你就越升不到 其实我发觉很多人 无论是夫妻关系 无论是弟兄姐妹关系 无论是侍奉的关系 都常常说 她都没有做 为什么我要做呢 很多人都会这样 但是当我们做的时候 你就会影响别人 都会这样做 关系就会改善 你又说到 好像弟兄的爱心很少 这个正正就是 所以保罗要跟我们说 你要爱你的妻子 你做妻子就一直引导她 就是引导她 如果她的爱心 升了一级一分 你升一分 一日升一分 已经很重要了 你就欣赏她 你一欣赏她 你一喜欢她 立刻疼她一口 原来我对我太太好 这么好回报 她一定会 这个是正面的 pacitive reinforcement 就是叫做什么呢 就是正面的这种 正向的鼓励 是的 正向的鼓励 她肯定是会有好的活力 如果你的丈夫 家庭都不给你的 她已经去到一个很低的程度 那你如果继续想她是不给家用的 那你便照回原来的方式 她便会继续不给家用 如果你为了家用 肯定是有丈夫的责任 没有进步的责任 但这个已经是事实的时候 你怎样去提升她的解释 如果她不负责任 是否我们还需要 你不要放在需要 你放在需要 你就会很辛苦 要是我整天去祝福 我就是做我应该做 你不要做的时候 我就是为了想她下个月给家用 你未必得到 哈哈哈哈 比较猪肉的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 不要走通 你真是令到她欢喜 就是你做了你应该做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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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